Yo 各位戰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Nick 我們現在在2019年歐洲展的現場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浩蒙的攤位 他們今年展出一個非常棒的自動商業的系統 而且待會我們邀請到亞洲車程熊哥 來幫我們做介紹喔 我們接著看下去 走吧 熊哥 聽說這一款系統已經研發大概這好幾年的時間了 大約在我們雛行在2015年的年底其實就出來了 那我們用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去確認 這個裝置是不是功能是對的 方向絕對是可以的 那一年時間我們確認這東西是有投資性的 所以我們就16年開始就針對他的 他用一年半的時間去珍貴他在哪種情況下 他的很多角度怎麼去切 就把每個地方正確的方式把他數據抓下來 做了差不多五六套的一個眼鏡的一個設計的方式 去確認說好 這樣可行之外 變速在哪個角度哪個角度 我們的那個滑塊怎麼去改 所以等於在去年的時候才整個瑞迪好 都出來 整體上模具是今年開好 今年開好 但是我們還有一年多先是做專利的部分 這用花米用錢用不到八個月 包括我們那個專利 幫我們申請的專利 師傅手說哇 你們這怎麼讓我們立下這一套東西 那確實因為他比較新嘛 對 過去沒有這樣的one bike系統在推嘛 你是正經的才有 所以說我們出來之後我們其實沒有推啦 因為我們覺得整個市場其實大家接受度都不知道很高 是 那一直到 其實到今年會推也是因為整個喜馬洛把這個 單片 包括樹聯把單片化降低 是 那這個東西就是滾棒使用的時候 對 那我們覺得時機到了 過的時候推是最棒的 你這樣越講我越好奇了 你可以幫我操作一下它到底是怎麼弄的嗎 可以啊可以啊 那我們到前面去 好 那首先我們現在先試一下各位看就是說 呃 當磁盤在轉的過程喔 那我們把它撥下來 哦 掉鍊了 它掉鍊了 它自己就上來了 好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叫做 呃 它自己就 自己就上來了 對 藏在驅柄的裡面你看不到 這檔式 在任何時段一下來馬上上去 好 不會有誤差 嗯 幾乎百分之百 好 那我再也試一次 那我抓這個空間最長的過程給各位看 好 好 開始出去 對 好 它就 就直接就帶上來 那除了在最小屎盤11T的時候可以 我們在每個持筆都可以上 我把它短化就是我們在中邊的牙盤主要 對 好 上來 好 實際上就帶上來 所以每一個持筆都可以 都可以 一直到最大都可以 所以因為我們這個 抓這個水器抓了蠻久的時間 嗯 去做好 好 現在是基本上在最大的範圍 是 它都一樣可以很自然就就帶上來 而且 時間都是在差不多半圈就可以帶上來 我有看到它裡面這個機構是另外有多加裝一個東西對不對 對 這個應該我來解釋一下 因為這是一個曲餅 一個剖面 展開這樣子 那 這邊是一個去標準的曲餅 牙盤是不變的 對 那它中間有多一塊塑膠 是 其實可以用鋁用塑膠 然後我們以前用工業塑膠 比較輕 這一塊類似一個塑膠塊在這裡 這個我們叫導板 電條掉下來 第一個是先導導板裡面 導槽進去裡面 是 導了之後這邊有一些滑塊藏在裡面 對 這就等於有一點我們的錢便一樣 喜馬路在前撥去便一樣 但它自然把它撥上來 不是用人工去變速把它撥上來 所以當電條掉下來 卡在這邊 它直接就把它帶上去 對 所以這東西加在這個曲餅上面 它就是一套我們自動商業系統 那目前呢 我們的系統是整套賣的 這是OE的版本整車用的 那未來我們會出是 齒盤、導板、滑怪三個一體的 就是出來之後就可以裝在 樹聯的XX1、系統 或者是喜馬路XD、XT 都可以裝上去 對就可以裝上去 所以未來是修普用的 那目前是整車配的這樣子 那熊哥這個這麼新型的一個產品 應該很多業界的朋友 看了之後有很多的問題在問你吧 有有有 你遇過最多的是什麼 百分之90以上都問我一個問題 難道這個曲餅只會 鏈條只會往外調 不會往內調嗎 對耶 對啊我相信你也懷疑啦 對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公司車都往內調 不會往外調 對啊公司車都往裡面啊 雙盤的車往內調比往外調嚴重 但是單盤的車就是往外調 往內調機會不是太高 對 好那我解釋一下 我們這套系統是解決 百分之90人發生的事情 就是一般呢 在騎行的時候 當你 呃齒比在 最重的情況下 速度是最快嘛 對 最快的時候你的鏈條是最鬆的 對沒錯 所以當你在騎行 抖抖抖抖的時候 它就容易掉下來 對 往外掉下來 往外掉下來這樣子 那我們呢 解決這一般人的問題 那為什麼往內比較不會掉 我們抓下來的數據 它往內掉到面是百分之1 嗯 甚至最多到10的機會 那怎麼樣 我試給各位看一下 好我現在把電速變到最高點的時候 好 假設我現在變到最高點的時候 好 我的鏈條其實是緊的 嗯 對現在很緊 它其實它是不會抖的 對 再來 當你持筆最輕的情況下 你爬破的時候你速度多快 也不過5到10公里啊 對啊 你有沒有震動啊 對 那它當然不會掉啊 嗯 但是有一個情況下一定會掉 就是很多人呢 齒比在這個時候 它可能因為裝這個 裝這個圈奈是錯的 它等華視裝多了 或怎麼樣跑掉了 嗯 或是它原本原廠到36 88改38 40 騎公路頭騎 那就發生圈奈跑掉的情況下 那就會掉了 對 這就沒辦法了 對 那如果你在原廠出廠的情況下 我們在目前使用的話 對 基本上 我說實話喔 用了3年 騎了無數次 包括進水騎了至少5趟 6趟以上 我都還沒掉到裡面過 嗯 但是外面還是有發生 但是我很快速的就帶上來 對 這個就沒有 沒有特意的發生過 對 所以剛剛熊哥提到就是 大概 掉裡面的機率是很小很小很小 對 對 喔非常小 除非是一個歐巴長啊 所以我們覺得 最多機會的發生是 那在裡面我們有另外一次 我們當時在這個 怎麼設計有三個地方都做 但裡面我們做一個東西擋住它 喔 等於是未來這個會再繼續的計畫 修補版本 修補版本 對 5趟展車出來再花這個錢買一下 哇 太厲害了 那還有另外一個更嚴重的是 它會掉到 踏板這個位置來 但是更少 那個1、2趟而已 我們也有做這個設計 等於一套 但是這些東西其實在整車出來的時候 這些都 有一點複雜 所以我們盡量就是 讓它 把90%或95%發生的問題 在裡面檢訊 對 而且它可以重量輕 簡單一點這樣子 那最後我想問熊哥就是 這個大概 未來什麼時候會跟我們消費者方面 因為現在目前都是在主車的部分 沒有錯 預期目前就是 我們大概其實在兩個月前 就在 在大陸這邊 是 我們有個Biker系統已經發表這個東西 對 那其實明年很多市售的車款 已經決定可以對這樣的設計 就是 已經很多 已經有在使用 那我不知道 那在台灣這邊的車 因為大部分的車是在大陸那邊 目前多一些 那台灣的話就是 我一直在下台中週過後 我最晚在明年上台北展前 我們有一套系統更厲害 就是 就是 現在各位看的這個是 浩門公司生產的區別 是整套裝的 對 我們專業講OEM裝的 對 未來呢 各位可以在你的XX1上面 NX上面 包括你的喜馬路XPR 整個無痛升級 對 而且當你此盤用半年磨損了 一年磨損了 你只要買新別的裝上器 本來就要換了 我們把這個 這個導板 跟這個滑塊呢 結合在牙盤上面 然後你 半年磨損了 直接換這個 就有這個功能 那就是我們後面的一個修補方法 再來就是說 這個專利其實我們 這個設計出來 含這個 所有我們專利方法 這一套只有15克 就一台車多15克 它就有這個功能在 當然 此盤各方面都是標準的嘛 就是在這兩個東西 這個 工程塑膠裡面出來的東西 只要多15克 就有這個功能 對 好太好了 非常感謝熊哥今天幫我們的介紹 感謝熊哥 那很期待這個未來 會跟消費者碰面 那我們這幾天呢 會實際上歐洲展 跟大家帶來很多很新的產品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幫我按讚分享出去 並且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